Namodassabhagavatuvarahatusamma sammuddass 理尽他世尊阿罗汉圆满自觉者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让我们来谈谈一个一系列的新的课题 就是法的领导学 最近常常听到一些朋友们生活上遇到不足一的时候 总是蛮苦恼的 当我们在稍微深入的了解过后 发现到其实那些苦恼也不是太大的苦恼 很多时候都是人与人之间的一些问题 家庭之间啊 朋友啊 老板员工啊之类的 那这些呢 有些时候他们都是蛮能干蛮本领的人 但是呢 人走在一起的时候 有时就有着许多的苦恼啊 摩擦 这就让我们带入一个深层的思考 有什么方法能够把人与人之间的问题处理得更好 我们在各方面这个时代 科技啊 各方面汽车啊 能源的消耗啊等等 都能够提高效率 它是偏偏就是人的问题 常常人的问题产生很多的内耗 那在这里呢 就让我们来谈谈 这个法的领导学在这方面能够起的作用 首先是要让我们了解什么是法 当我们讲到法的时候呢 我们在这里主要是指自然界的规律 自然界的规律也可以说是方法 当我们了解自然界的规律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找到方法 那么领导学又是什么 基本上领导学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效率学 就是让两个人走在一起 他们能够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那么法的领导学基本上也就是说 依着自然界的规律 去了解以及善用人力资源 以便产生最好的长久的运转效果 也就是说如果在一个好的法的实践里呢 那人与人走在一起 应该比他们不走在一起更好 更有效率 所以这是第一个 那如果我们希望改善我们的人际关系 改善我们的组折 或者我们的两个人走在一起的 或者两个至少两个人走在一起 或两个人以上的人群里呢 那我们希望改善这种运作 改善那种相处 改善那种合作的效率呢 那我们就要思考了解这个法的领导学了 那首先在探入这个法的领导学之前 第一个认知是要认知 人与人之间是可以相处得更好的 是可以让大家比没有相处更快乐 更成功的 就是一加一大于二 也就是说 如果两个人他是分开的 那他各自不能产生他的效益 不能达到他们的目标 他两个人走在一起 他是加分的 这两个人走在一起 得到的整个效果是更好的 我们要相信有这种可能 如果我们不相信有这种可能 那我们就不会去做 也总是会产生一种 另一种跟法的领导学相反的思维方式 那就是零和博弈方式 什么叫零和博弈方式呢 就是有人得就有人要失去 就好像赌博一样 如果有人赢钱 一定要有人输钱 这种叫做零和博弈 那法的领导学刚好是相反的 它是一种共赢的思维 就是一加一 它会产生更好的效果 就好像把蛋糕做大了 然后呢 整体来说两个人合作一起做蛋糕 你有糖 我有面粉之类的 配在一起 做出来的结果呢 是大家都得到更好的收获 所以那个是法的领导学 零和博弈不是这样的 零和博弈呢 就是你多去别人所拥有的 那你自己觉得这样会比较好 所以另外一个人就肯定要失去 这是产生人与人之间的斗争了 所以学习法的领导学的第一个开始 就是要认清 人与人之间相处 是可以共赢的 是可以更好的 是可以产生一个 大家都更好的结果 这是第一步 这个信心是实践法的领导学的 第一个先决条件